原子光谱的工作原理是分析原子对电磁辐射的吸收和发射 原子光谱用于确定样品的元素组成 因为独特的元素具有独特的发射光谱 它可以根据物化源或所使用的光谱类型进行分类 对于后者,主要分为光学分析和质谱 质谱通常可以显著提高分析性能,但也非常复杂 原子光谱有四种主要类型 1.光谱法 光谱法是原子光谱法中最常见的类型 它是基于原子或分子对光的吸收或发射 光谱法可用于透过分析样品的吸收或发射光谱来确定样品的元素组成 2.质谱法 质谱法是原子光谱法的另一种类型 与光学光谱法相比,质谱法的优点包括 1.ATRI是一种高灵敏度技术 可以检测微量分析物 3.ATRI可用于测定分析物的分子量 3.ATRI可用于确定分析物的同位素组成 与光谱法相比,质谱法的缺点包括 1.ATRI比光谱法更复杂,更昂贵 原子吸收光谱,AS和原子发射光谱,ES是两个用于确定样品元素组成的光谱,AS是一种测量原子或分子对光吸收的光谱学,它用于透过测量原子或分子吸收的光量来确定样品中元素的浓度 5.原子吸收光谱仪主要有三种,火焰,石墨炉和电感藕合等离子体,ICP 1.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FOS 这是最常见的原子吸收光谱仪类型 它使用火焰作为物化源 火焰是透过在惰性气体,例如氮气或亚气的气氛中燃烧少量可燃物质,例如甲烷,以缺货氢气而产生的